大家好,我是可见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随着连您的增长,身体各方面的器官还有功能都会有明显的下降 就连眼睛也会出现眼睛花,眼睛模糊,老花眼 一般在过了40岁之后,我们的视力也会慢慢的受到一定的影响 容易视力变得模糊,眼睛感觉不舒服等等 其实这不仅仅是认为人老了,眼睛花了这么简单 眼睛也关乎着老年人的幸福生活质量 医学认为眼睛的功能依赖于五丈六腑精气的如样 精气强于肾,只有肾气足,肾精充沛,眼睛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营养 因此治疗老花眼应该以补肾养阴为主 今天我们就用小米搭配几款家常的食材,做一道美味的养生粥 它具有非常好的补肾养阴,一斤淋木的效果 对于改善老花眼很有帮助 首先我们来准备30克左右的小米 小米具有非常好的补充营养,健脾和胃,保护视力等等的作用 适合营养不良,脾胃虚弱的人群去食用 小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B1,维生素B2,烟酸,钙,磷,铁等等的营养物质 因此我们适当地吃小米,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还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小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可以促进视力,眼睛灰暗感觉 有助于保护视力,预防眼睛干涉,不适的症状 除此之外,小米还具有补肾、厨房、开胃等等的功效 另外,小米中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食用以后,可以促进胃肠道蠕动 有利于食物消化与吸收,具有非常好的促进消化功效 如果老年朋友经常会有便秘的情况 我们可以用小米煮粥喝,可以很好的缓解 接着再准备10克左右的百合 百合可以用鲜品,也可以用甘品 百合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材 它含有多种氨基酸、蛋白质和维生素等 可以起到清热、润肺、对于肺部炎症、咳嗽等症状 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百合中的多糖类物质还可以帮助降低血糖 对于糖尿病患者还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百合中含有一种叫做花青素的营养物质 可以有效地保护眼睛 预防老年人、黄斑、变性等等的眼部疾病 还能够预防老花眼、视力疲劳、缓解眼睛不舒服的症状 百合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等营养物质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增强皮肤的弹性、有一定的美容、养颜的作用 老年人经常吃可以预防衰老 百合含有多种生物碱 对于白细胞减少症有预防的作用 能升高血细胞 对于化疗以及放射性治疗后 细胞减少症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用清水把小米和百合清洗干净 然后加入清水浸泡半小时 接着我们再准备一根新鲜的胡萝卜 胡萝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胡萝卜素 以及善食纤维等营养物质 适当的使用可以为身体补充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有利于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力 胡萝卜还存在数量膨大的维生素A 其对眼睛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有助于预防眼瞒症、肝眼症、视力疲劳、老花眼 对于眼部视力,它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胡萝卜还富含维生素C 适当的使用可以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 有助于减少脂外线 对皮肤的损害能起到一定抗衰老的作用 可以预防老年人衰老问题 另外,胡萝卜中含有胡萝卜素、琥珀酱甲盐等成分 能够帮助降低血压、其中富含糊皮素 三葵分能够有效地改善微血管循环 辅助降低血脂、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 有辅助降压、强心、降血糖等等的作用 对于心血管疾病,它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所以建议中老年朋友平时可以适当地吃上一些胡萝卜 胡萝卜去皮,再切片,然后切成细湿 切好的胡萝卜直接放入砂锅中 再把浸泡好的小米和百合倒进来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盖上盖子 先给它们煮上20分钟 趁着这个时间,我们再来准备一小节的铁棍三药 先去皮 三药属于一种中层药 在生活当中也很常见 对于我们并不陌生 三药的蛋白质以及矿物质含量特别高 能够为人体提供营养 还可以健脾、异味、恢复体力、降血糖等等 三药含有多种营养素 能够强健肌体、脂肾、易经 大凡肾、益经、妇女白带多、小便平素多 都可以去使用三药 三药含有皂肝、粘液质、有润滑、滋润的作用 故可医肺气、养肺因、治疗肺虚、咳痰、咳嗽 三药含有大量的连液蛋白、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 能够有效的阻止血脂、在血管避陈基 预防心血管疾病 可以抑制安神而延连易寿 所以中老年朋友平时可以私单的吃三药 三药去皮后用刀背把它拍碎 打成三药理 接着再来准备一颗新鲜的生菜 生菜它可以生吃、也可以炒着吃 脆嫩爽口、虐待微甜 具有改善睡眠、减肥瘦身、保护视力等等的作用 生菜中含有窝居素、具有催眠作用 可以稳定情绪、促进睡眠 并能够辅助缓解神经衰弱等等的病症 还能够减肥瘦身 生菜中含有膳食纤维和维生素C 有促进排便、消除多余脂肪的作用 固有叫做减肥生菜 还能够保护视力 因为生菜中含有维生素E 胡萝卜素能够保护眼睛 维持正常的视力 缓解眼睛干涉、疲劳、老花眼等等 生菜不需要太多 只要两片就可以了 清洗干净、切成细湿 这个时候我们的小米粥也煮得非常软烂了 再把山药加进来 把山药煮熟透 大约需要五六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 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 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啦 出锅之前把生菜倒进来 搅拌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装碗开吃啦 这道粥我们可以当做早餐来喝 具有含截眼睛、肿痛、胀痛以及四粒疲劳 预防老花眼 能够保护眼睛 有非常好的效果 还能够预防伤高 减肥人群也是特别适合去使用的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